播讲唐醋马蹄酥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加QQ群 2395-62036 2395-62036 林相一直都是自私的 他口口声声说为了林家 为了儿子将来 实际上他一直都是在为自己 为自己的私心 为自己的野心 当萧婷要给出他死 或者带全家离开京城 永远不要出现在 他和初九面前的选择后 林相求了许酒 见萧婷要一脸坚决 林初九闭目不搭理 知道酒也无用 只得颓废的选择了 带着全家离开京城 并许下永不回来的承诺 你真自私 听到林相的选择 林初九失望地摇了摇头 他厌恶林相和林夫人 但对留着萌家血液的林婉婷和林家小弟 却没有那么讨厌 如果林相能英勇地选择死 他会把这林婉婷送给萌家 有萌家照看 他们的前途不会差 林相听到林初九的话 眼前一亮急切地道 初九 这些年我虽然对你不好 可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你的命 你能不能求求王爷 高抬贵手 放林家一马 他不想离开京城 更不想死 他奋斗了这么多年 在皇上面前活得像狗一样 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 他不想再回到从前 你们要我的命 不是因为仁慈 而是因为有萌家照看我 要是没有萌家在 你真的不会杀了我吗 林初九看着林相 眼中一片平静 自从知道自己不是林相的女儿 他对林相就没有感情了 对林相的种种行为也能理解 他不是林相的女儿 甚至是他耻辱的象征 林相不整死他才怪 初九 就算我有错 可是婉婷姐弟没有错呀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他们是蒙家的外孙 看在蒙家的面子上 你放过他们好不好 林相见林初九提起蒙家 想到林初九没有严惩林夫人 想必是看在蒙家的面子上 连蒙拿蒙家说事 可是 林初九虽然在意蒙家 可却不会为了蒙家 而轻易改变立场 我给了你选择 你死 他们会由蒙家抚养 林相活着 就不会放过林婉婷姐弟 到时候必然巴着这姐弟二人 卷土重来 而他真的不想再看到林相了 初九 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他们也是你的妹妹和弟弟呀 见事情又回到原点 林相又气又怒 可却不敢表露出来 一张脸扭曲得可怕 正因为他们是我的弟弟和妹妹 我才会放他们一条生路 不然 依我的性格 我会斩草除根 她从来不是什么良善的女子 杀人于她而言 只是抬手间的事 你 你太可怕了 林相惊恐地看着林初九 像是不认识她一样 我一直如此 我很早就知道 我中了慢性毒药 是林夫人下的毒 可我却一直忍着没有说 甚至 借此从林夫人手中 敲了一笔巨款 你说 我这样的人 会是良善的人吗 要不是萧婷要心疼她 非要寻林夫人晦气 她都不会找林夫人麻烦 她这人 虽然不善良 但也不是不守信用的人 当初拿了林夫人的银子 她就没打算追究此事 现在 她也不算是食言 她确实没有追究 追究此事的人 是萧婷要 且要不是她开口 等待林夫人的 绝不是正规的审判 而是生不如死的折磨 你 你居然能忍这么久 林相感觉自己 如同坠入冰窖 全身发寒 这真是她认识的林初九吗 那个被她刻意放纵 养坏的女儿吗 你居然不知道 你不会忘了 我刚嫁入萧王府 王爷便请明依 为我医治的是吧 当时 秦太医也说我身子骨坏了 活不了多久 林初九一脸诧异地看着林相 不过 随后也想明白了 林相从来没有把她当女儿 怎么可能会关注她的生死 那事不是假的吗 那件事闹得很大 林相当然知道 可她一直以为 是萧王欲盖弥彰之举 是真的 林初九闭了闭眼 轻叹了口气 嫁入萧王府 仿佛还是昨天 那时的她多难 她能活到今天 真的很不容易 林相没有资格求她犯过 我 我不知道 林相本能地摇头否认 林初九却无意与她多言 不管知不知道 都没有关系 一切都过去了 我现在过得很好 起身 林初九对萧天耀道 王爷 我们已经来探过病了 走吧 对林家 她没有一丝留恋 萧天耀没有二话 随林初九一同起身 往外走 林相在身后想要追 可刚起身 就跌倒在地上 林相不甘心 爬着往外走 初九 初九 你等等 初九 你放过我 放过林家吧 放过 后面的话 萧天耀和林初九 没有听到 两人快步走出外院 可刚一出去 就看到与世卫 起争执的林婉婷姐弟 两人看到林初九走出来 满力正开了世卫 冲到了萧天耀与林初九面前 扑通一声跪下 小王 小王妃 求你高抬贵手 放了我母亲 小王 小王妃 我们求你了 小王妃 我给你磕头了 求求你 求求你放了我母亲吧 林婉婷 已没有往日的娇满 看上去 就像是湿了水分的鲜花 像个人 都是木然的 林家小弟稍好 气色还算不错 只是 小小的少年 却像个小老头似的 眉眼间 有着挥不去的忧愁 林家这个样子 他们姐弟二人 又怎么可能活得 没心没肺 初九姐姐 我知道 我娘犯了错 初九姐姐 我娘年纪大了 你让我代替 我娘受罚行吗 初九姐姐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小小的少年 带着哭吟 却倔强的 不肯让泪水落下来 唉 你可知 你娘犯了什么错 林初九叹气 说实话 她最不想面对的 就是林婉婷姐弟二人 她没法对 两个孩子 硬气心肠 虽然 林婉婷并不比 现在的她小太多 可在她眼里 林婉婷也只是一个孩子 我知道 我在外面听到了 我娘 她下毒 害初九姐姐 我知道 我娘有罪 我不敢求 初九姐姐 你放过我娘 你让我 带我娘受罚 好不好 所有人 都可以怪她娘 唯独 她不可以 她娘对她没有一点不好 既然听到了 就该知道 我没有公报私仇 我所做的一切 都合服律法 律法会给你母亲 最公正的处罚 林初九将林家小弟 拉了起来 奶儿膝下有黄金 别动不动就跪下 可是 我娘 我娘 林家小弟站了起来 想要求林初九 却开不了口 她很清楚 依萧王爷的身份 要她娘的命 只要一句话 可是 他们没有 他们 还是放过了 她娘